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周密奇喊病大女13岁生日 变身粉红小公主 曾被医生断言 活不过两岁 郭富城大坑豪宅城内地游客打卡热点 竟遭嫌弃残旧网民群起反驳 影光叱咤前夕 开心唱跳变身拉票活动 方俊母亲寿宴张伟文精灵附会 Rubber Band为圣诞演唱狂悲歌词 跟新近音乐人交流学大无畏精神 车晚晚入行31年经历师生 开除女歌唱感不可思议 你腰安仔做嘉宾 请大家收看 周密奇喊病大女13岁生日 变身粉红小公主 曾被医生断言 活不过两岁 新岛日报 周密奇的大女儿Isabella 过了13岁生日 这对周密奇夫妇来说是个 令人振奋的里程碑 Isabella患有罕见的基因病 4号染色体缺损综合症 医生曾告知她的寿命将不会超过两岁 然而 周密奇和她的丈夫没有放弃 一直给予女儿最好的照顾和生活质量 他们经常带着女儿出游 甚至一家四口首次搭飞机 到不及旅行 周密奇表示 Isabella值得探索和体验世界的美丽 虽然她们花了12年的时间 但这只是短暂的12年 周密奇还感谢一切 并表示有幸与家人在一起 周密奇和她的好姐妹们 蛇诗曼 汤盈盈 梁静奇 文宋贤 姚乐仪和周家卫 组成了七魔女 这个友谊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虽然七魔女中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有的在内地发展 但她们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周密奇的好友汤盈盈和梁静奇 也出席了Isabella的生日派对 七魔女的友谊令人羡慕 她们相互支持和鼓励 一直陪伴着彼此 周密奇和她的丈夫 为了照顾Isabella 每个月需要花费数万人治疗 然而 她们积极面对困境 努力给女儿最好的生活 周密奇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女儿生日派对的照片 并表达了对女儿的爱和骄傲 Isabella和她的妹妹Mikala 打扮成粉红小公主的模样 派对上气氛愉快 Isabella心情大好 这个家庭克服了许多困难 但她们一直坚持给Isabella 最美好的生活 郭富城大坑豪宅城内地游客打卡热点 竟遭嫌弃残疚网民群起反驳 新岛日报 近日 有内地网民分享了一组郭富城豪宅的照片 引起了讨论 照片显示 郭富城的豪宅位于香港大坑道家园 外观较为残疚 引发了一些网民的质疑和嘲笑 然而也有人为郭富城平反 表示这才是真正的香港豪宅 郭富城的豪宅面积约为3000尺 内部装修简约大方 以米白色为主 客厅设有超巨型书画 配搭名贵的Hermes School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豪宅还设有天台 篮球架和泳池等设施 是一座顶级豪宅 据称 郭富城的邻居还包括周秀娜和余德城 这组照片引发了网友对豪宅外观 和内部装修的讨论 这组照片的曝光 引发了网友对郭富城豪宅的讨论 有人认为豪宅的外观较为残疚 提出了翻修和维护的建议 然而 也有人为郭富城平反 表示这才是真正的香港豪宅 他们指出 郭富城的豪宅位于铜锣湾闹市区 是香港的黄金地段 而且整个务院只有16个单位 私密性很好 他们还表示 郭富城作为天王 可能还有其他房产 豪宅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认为 嫌弃豪宅外观的网友 可能不了解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郭富城的豪宅面积约为3000尺 内部装修简约大方 客厅设有超巨型书画 配搭名贵的Hermes School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豪宅还设有天台 篮球架和泳池等设施 方圆曾在家中拍摄短片 曝光了豪宅的内部环境 豪宅的装修风格以米白色为主 墙身 大门 餐台和事物柜等 都采用同一色系 给人一种简约大方的感觉 豪宅还装有设灯和大音箱 营造出优雅的氛围 郭富城的豪宅不仅宽敞舒适 设施齐全 还拥有顶级的豪宅级数 隐光叱咤前夕 开心唱跳 变身拉票活动 方骏母亲寿宴张伟文精灵附会 新岛日报 79岁的隐光因为人工智能的形象 AI隐光而突然走红 受到年轻一代的喜爱 他不仅进入了商台的音乐颁奖里最后五强 还和MIRROR的成员一起登上了热搜榜单 他最近还签下了六个广告合约 在张伟文经理人方骏的母亲的寿宴上 隐光高兴地演唱了自己的新歌 并受到了方骏和方丽莹的支持 方骏更是调侃隐光唱他经典歌曲《少女阿爸》 但隐光却反驳说 但是 你妈妈生日啊 这引来了全场的笑声和欢乐氛围 雷晓清表示会为隐光投票 支持他参加我最喜爱男歌手的评选 因为他认为隐光是香港的骄傲 而且他的活力和气氛感染力都很强 每次都能让现场的人开心 隐光对此表示感谢 并表示自己对胜负并不太在意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赞赏 而且最近也有了很多工作机会 另外 方骏表示 他会将当晚所得的人情拨捐给慈善用途 年轻人有着爽快和大无畏的精神 乐队还忙于为圣诞节的演唱会彩排 他们表示近年来已经不再依赖歌词及辅助 笑称年纪大了 需要备注歌词 另外 独立乐队 查明卫也获得了参加音乐交流的机会 他们感激强尔音乐 给予他们出国玩音乐的机会 并表示希望尝试更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唱更多广东歌和讲香港故事 他们还兴奋地表示已经成功获得了商台和新城的颁奖礼的入场券 让他们建设更多 车婉婉入行31年 精力失声 开除你歌唱感不可思议 你邀安仔做嘉宾 星岛日报 车婉婉将在明年1月13日举办一场音乐会 她表示开唱对她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在妈妈离世后的几年里一度感到沮丧和迷失 但现在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别人 告诉大家人生总会有起伏 要互相鼓励跳出阴影 车婉婉称赞主办方的老板沙胆 早在4年前就提出要办音乐会 但当时觉得时机不对 直到今年10月 主办方再次联系她 她决定答应下来 目前她正在努力锻炼身材 准备登台表演 她还透露 她想邀请许志安作为嘉宾 但要看对方的档器安排 至于她的儿子 她笑称她不喜欢唱歌 所以不会让她上台表演 二十神徒参与静摊行动 呼吁减速爱护环境 星岛日报 AOFC国际后援会 近日组织了一次慈善活动 邀请了20名粉丝 前往吉奥参与绿领行动 交战吉奥 清理冲击到岸边的垃圾 这次活动旨在推广 减费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AOFC会长Annie表示 虽然活动时间较早且地点偏远 但参与者反应热烈 希望他们能通过此次活动 提醒自己减少使用胶瓶 塑料袋和集气餐具 减少垃圾的产生 AOFC未来还计划定期举办慈善活动 回馈社会 帮助有需要的人和事 传播更多的爱 第81届金球奖 Barbie Barbie获九项提名成大赢家 显胜奥本海默爱马史东叫双飞 星岛日报 第81届金球奖的提名名单公布 电影Barbie Barbie以九项提名成为大赢家 包括最佳喜剧 音乐剧组电影 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等 同样入围八项提名的电影 奥本海默成为劲敌 此外 米安娜·杜迪卡比奥 兼制兼主演的《花月杀手》 以及艾马史东的电影 《Pro Saints》也获得了七项提名 其他获得提名的电影 包括《大师级爱情》 《从前的我们》等 除了电影组别 剧集组别也公布了提名名单 《王冠》 《最后生还者》 《陈早直播室》等剧集 入围了最佳剧集提名 而在最佳男主角和女主角方面 传媒家族继承人 《王冠》 《小学风云》等剧集的演员 获得了提名 此外 米米剧或电视电影方面 《呼唤奇迹的光》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和人声 《化学堂》等作品 入围了最佳米米剧或电视电影提名 金球奖是美国影视圈的盛世 对于电影和剧集的提名 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些提名也为观众们提供了一个参考 可以了解到 今年影视作品的优秀表现 立即在下月的颁奖典礼上 将有更多的精彩表演 和悬念揭晓 新闻女王何佩佳演遭性侵排球队长 落泪剖白演技大爆发或激赞 交道戏 新岛日报 TVB台庆剧新闻女王第16集 继续围绕万华女排性侵事件 展开调查 本集中 舍世曼饰演的曼杰与胡美宜饰演的前队长陆永恩见面 揭示了陆永恩在网上匿名投诉教练性骚扰的真相 然而 何佩佳饰演的队长紫山却不相信这个事件 剧情进展到紫山在洗澡期间被教练性侵 而陆永恩因诽谤被求会控告 无法接触传媒 舍世曼依然不死心 与李世华饰演的家言展开调查 在茶餐厅里 舍世曼与李世华找到何佩佳 试图引导他剖白性侵事件 最终 何佩佳终于肯受访 他用激动的情绪读出了长长的读白 指责教练马宝强是一个禽兽 他表示 为了人梦 他不介意牺牲自己 这一幕表演获得了网民的赞赏 称赞何佩佳的演技出色 表示没想到他如此厉害 新闻女王是TVB台庆剧 剧情紧扣性侵事件的调查 通过主角们的努力逐渐揭开真相 这一集中 何佩佳的角色遭受性侵 而舍世曼和李世华 则在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剧情引人入胜 演员们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赞赏 总之 新闻女王第16集继续展现了 剧中角色的努力和勇气 揭示了性侵事件的真相 观众对剧中演员的表演赞赏有加 认为他们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该剧通过引人入胜的剧情 和真实的主题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展现了新闻界的艰辛和挑战 周海妹遭疯传死讯 网民重提1998年传唤红斑狼疮 相隔于20年 曾以12次澄清 新岛日报 周海妹今日突然在内地网 被疯传死讯 引起大批网民关注 有网民重提 周海妹曾在1998年患上免疫系统疾病 红斑狼疮症 有传当时周海妹被迫暂时离开目前 几乎绝技香港娱乐圈 之后更经常病发 亦因此而走样 然而 2021年疫情期间 周海妹在网上分享了她在北京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 并澄清自己没有病 这一事件解开了多年来关于周海妹健康状况的谜团 周海妹是一位知名演员 她在1994年在台湾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一角而广为人知 近年来 她在内地发展 并在多部电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 周海妹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包括养宠物和参与公益活动 她一直保持健康的形象 拒绝医美手术 认为皱纹是自己的经历和印记 周海妹的近照显示她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外貌和身材 尽管周海妹在过去几年里较少街拍戏剧作品 但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始终不减 她曾表示自己已经满足于现在的状态 不再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周海妹的坚持和自信备受赞赏 让她在娱乐圈中保持了稳定的人气 总的来说 周海妹近期被疯传离世的谣言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然而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 以及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表明她的健康状况良好 周海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和形象 也一直保持着稳定和正面的评价 停投猛击放送福利 BTS队长RM携V昨天入伍 救国和Jimin今天新兵报道 自由时报 韩团BTS防弹少年团的成员 Jin、J-Hope、Shoga已经入伍 队长RM和V也已经结伴入伍 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名成员 救国和Jimin还未入伍 其中 V和救国晒出视讯截图 两人都为穿上衣露出凶猛肌肉 成为最大亮点 V在配文中表示 入伍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并公开了工作人员送上的祝福蛋糕 RM则发表了一天长文向粉丝道别 并表示 相信入伍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且全新的时期 但她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等着他们 四人将于2025年6月退伍 届时渴望重启团体活动 贴心猛宠李奇宠溺鹦鹉 爽当特别鸟人 自由时报 李奇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从小学1月开始 她养过各种宠物陪伴自己练琴 她养过乌龟、狗和鸟 每一只宠物都给她带来了特殊的感情和记忆 李奇小时候养过一只乌龟 有一天乌龟走失了 多年后她发现乌龟回到了家门口的水沟 让她十分感动 然而 由于乌龟变得很大只 她将乌龟放生到大安森林公园的生态池中 李奇家里还养过鳌犬和马尔基斯犬 但她后来发现自己对狗毛过敏 所以不敢再跟狗完了 于是 她开始养鸟 第一只鸟是一只彩虹西密鹦鹉 她的嫂嫂在路上捡到了这只鸟 因为知道她喜欢动物 就送给了她 她和这只鸟的感情很深 因为鸟只认一个主人 所以她成为了这只鸟的主人 然而 当她去美国念书时 这只鸟不幸在地震中受惊吓而落水溺壁 虽然她的妈妈买了一只很像的鸟给她 但她知道那不是原来的鸟 所以后来她养了另外一只和尚鹦鹉 现在 她最爱的是和尚鹦鹉 Conan Conan是她从小照顾到大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每次她练琴时 Conan都会安静地陪伴着她 当她开始拍戏后 Conan也会陪她背剧本 并且每天都要跟她玩亲亲 提到Conan 李奇就会开心地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总结 李奇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她从小养过各种宠物 包括乌龟 狗和鸟 尽管她对狗毛过敏 但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宠物鸟 她和彩虹西密鹦鹦阿鹰的感情很深 但不幸在地震中丧生 后来她养了另外一只和尚鹦鹦 Conan 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每次练琴和拍戏时 Conan都会陪伴着她 给她带来无尽的快乐 黄粉朝圣 李奇很退空中不及 自由时报 戏团吉他手 李奇无力云举办了自己的首场音乐会 Right on 2天时地利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支持 在音乐会上 有疯狂歌迷 退掉了空中不及合唱团的演唱会门跳 为了支持李奇而丢掉了内衣 展现了他们的热情 李奇邀邀请了吉他手阿任蔡凯任作为嘉宾 两人在台上进行了合奏 非常过瘾 戏乐团团长黄奈可也到场支持 并宣布将于12月20日举办感恩音乐会 回馈粉丝 人物专访 载燦哭过低潮 爆红海外办见面会 自由时报 韩国组合DKZ的成员载燦 去年因出演BAL剧《语意错误》而走红 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最大的变化是能够在台湾举办见面会 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他还透露自己对台湾食物很感兴趣 特别是珍珠奶茶和牛肉面 觉得味道与韩国不同 载燦在9月推出个人专辑 并获得1月节目第一名 他坦言自己哭点很高 但对于粉丝的感动并没有流泪 他也提到自己曾经经历低潮期 但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让他坚持下去 此外 载燦还在戏剧《我们的家》中饰演惊喜善的儿子 他对于与前辈们共事感到紧张但安心 也透露片场有人喊他儿子 但他只敢称呼惊喜善为前辈 不敢乱喊妈妈 六旬张学友寻演 目标唱到90岁 明年中有机会来台 歌迷敲晚上大巨蛋 自由时报 张学友在香港举办了他的第十次个人演唱会 张学友六灵家巡回演唱会 这也是他魁为五年的个人演唱会 演唱会以三面舞台呈现 张学友穿着不同的造型 演唱了许多经典歌曲 他还开玩笑说自己眨一下眼 就已经60岁了 并表示自己的目标是打破胡锋的记录 90岁还能开演唱会 他希望他的歌迷们保持身体健康 7年后再见面 至于何时唱到台湾 张学友表示明年中可能会有机会 台湾歌迷期待他到大巨蛋开唱 台湾流行趋势第一名 BLG Jimmy 连妹 C下月访台 医生身份太狂了 自由时报 泰国BLG不曾遗忘的暮色的男主角 Jimmy和C将在明年1月7日 在台湾举办巡回见面会 这部剧在台湾非常受欢迎 荣登台湾流行趋势第一名 Jimmy和C虽然年龄相差5岁 但志趣相投 喜欢运动和健身 Jimmy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而C则擅长打羽球 参加过许多比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